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年轻人比较有朝气 随后我红方走 炮二平五 华盛中炮以后 黑方有多种选择 本局当中 黑方走了一个比较冷僻的顺炮系列 就是走炮八平五 现在主流的话应该是走 相三进五比较多 相三进五始终是第一位的 应该是对抗性比较强 它主要是比较稳妥 变化也比较多 然后走炮八平五 就是走炮八平五这个旗 当然不像是正招 大家也见得很多了 走炮八平五这条旗 应该说一下把旗去导致比较尖锐 它等于是顺炮 顺炮的一个阵型 这个旗就是有很多变化 值得去进一步的探讨 因为这个旗就是黑方一旦走到什么地方 不到位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受制 因为是顺炮交换了这么一个次举 本来是顺炮 现在等于交换这个次举 到底是谁好谁坏呢 这个也不绝对 但是总的来说 红方还是保持了先行之力 这个旗 它马上进三 黑方现在走了一个马上进一 对 然后红方走 先炮八平六 然后黑方拘一平二 它是先跳马八进七 对 它先跳了一个马八进七 红方拘一平二 黑方再拘一平二 红方再跳正马 那么今年的这个郑维彤呢 是这个加盟了这个广东碧果园队 应该说 广东队呢 这一次呢 应该说又有比较好的这个配置 有这个很大的希望去争取这个冠军 当然内蒙古呢 今天也比较强 所以也不好说 对 当然说其他的队呢 也不是就是说绝对没有希望 但是总体来看呢 他们两个队呢 表现更加突出一些 对 现在赛过二十轮了 这个内蒙古呢 排在第一位 广东队呢 排在第二 上海排第三 我们经济联队呢 排在第四 杭州 环境集团排第五 排在第六的是浙江队 对 个人方面呢 许云川和郑维彤呢 排在一二位 所以说呢 这个到底呢 这个最后几轮 因为这个今天向甲呢 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革 也就是说 一个是快骑 速度的进行的比较快 再有一个呢 就是 一个一个轮流上阵 这儿骑走的心理压力呢 倒会比较大 对 此外呢 还有一个积分上的不同 就是说 第一阶段呢 是取前六名 进入第二阶段的 机后赛 最终呢 这个所有的比赛 将在11月 下旬结束 对 所以说大家呢 也欢迎大家呢 这个可以随时 用您的手机和 用iPad呢 下载一个这个 天天象棋的这个 APP 在上面呢 就直接可以观看 这个现场直播的比赛 还有这个视频讲解 对 今年的每个队呢 也都配了一名呢 讲解员 通过这个讲师的这个讲解呢 大家也可以直接呢 这个看到这个 有讲解的 有分析的这个画面 应该说这观看体验 还是非常棒的 对 当然说的 您愿意静静的欣赏 自己看也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看那个 其谱的这个转播 其谱的转播呢 也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每个队呢 用这个一个 就是手持吧 iPad的 这个直接呢 给大家呢 这个进行这个 现场的直播 实时的 每个礼拜呢 基本上都有这个比赛 大家也可以呢 进入那个 天天象棋的 就会浏览到了 这个也是今年比赛的 一大特色 就是加强了现场直播 与我们更多的齐迷 进行这个活动 好 下期下来我们继续摆旗 接下来黑方走 G2进6 黑方进居的意图呢 就是想限制 红方马进6 因为马进6 他可以G2平4 桌霜呢 当然红方可以买了进5 但是那个旗太平稳 对 红方呢 这个意思不是很大 也下过不少盘 但是红方赢的也很少 本局当中呢 这个郑维彤呢 在布局上呢 确实呢又有了一个 比较新的这个构思 走G26 直接来威胁黑方的 这个欺负马 面对这个比较新式的 新颖的这种攻法呢 这个孙永珍啊 明显是心里准备不足 因为下这盘棋的时候呢 赛会集中制嘛 在西安 我正好是来到了这个现场 正好是亲眼看他们俩下的 这个全过程 全过程呢 我都在旁边 静静的学习吧 然后这会孙永珍呢 就是眉头紧簇啊 然后他可能没有想到 对方这个走G2线6 因为这场棋确实呢 因为走这个布局的走 走的黑的人呢 就很少 现在走的比较少了 对 本身就是下100盘棋 专业的比赛 不见得有黑的 愿意走这个顺炮的 就像你所说 还是向三进五最多 然后现在第二路的是向其进五 对 所以说红王一走G2线6呢 这个孙永珍啊 就是看了半天 他选了一炮平四 这招棋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就示弱 你看这个双方下棋啊 跪在争什么呢 跪在争先呢 骑争一招先呀 人争一口气 所以下棋也体验出人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水准 你等于这个棋平白无故的呢 就把中炮摘开了 这个在气势上先输了 另外呢 从效率上来讲呢 它也是低的 毕竟你就等于是人家走的中炮 你走的过红炮 还让红方多走一步棋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这招棋呢 应该说孙永珍会计要好好总结了 到底走什么呢 黑方呢有多种选择 比如说不是啊 鸭马呀 拱旗族啊 武汉都比这炮平四好 抓住这个机会 郑维彤呢 马上就冰三棋一拱 这不冰三棋 应该也是一步比较好的选择 作为红方来讲 他有机会拱旗两头蛇呢 他还是愿意的 因为这个棋 我们大家看啊 这个象棋这次很重要 如果你这个时候 冰三棋一 黑方就把你压住了 你再走九二棋六 他还可能炮平四呢 肯定不可能了 对吧 他将来肯定 直接打击了 有炮三棋一反击的 你吃的时候 他有居酒精二炮 所以说这个棋呢 或者他先博士也可以 所以说这个棋 他先九二棋六 黑方炮平四肯定是软招 就是双方在对抗的时候呢 你示弱了 那红方冰三棋一抢到了 这个目前盘面上呢 很大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棋 红方冰拱起来 不仅克制黑方这个马 将来有可能渡核三战 另外这个马活跃 可以随时出击 这中路还是有点薄 对啊 黑方这个棋本身 你就厚走的 中路又单薄 那这个棋就是埋下了这个 不利的种子 对 黑方 这个时候不像 像七七五 他不厚 红方 出去对局 这个对局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一般他也不愿意对 对了以后 那个局晚出 他觉得可能 这个吃亏 肯定不情愿 实际上这个棋呢 要想这个稳健的话 就不如对了 对掉 是不是对了可以冲冰呢 冲冰应该是不敢 冲冰的鼓章 红方太先手了 冲冰你鼓章 你打相 他支持你飞 他将来吃这个兵 然后他跳正马 他将来要对炮 这些手段 黑方就不能 就黑方这个棋要考虑 赶快出那个局 比如说十六进五 赶快居足平六 或者拘久几阴 将他拘久平二 拘二进三 就是黑方呢 如果求稳的话 就应该对 从他这个炮五瓶四来看 他是想求稳 但是黑方呢 可能又觉得 不情愿 对走到那儿呢 又觉得这个局 好不容易能压住这个马 能给红方呢 或多或少一点威胁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毕竟啊 就是黑方这个 有一点勉强 接下来被红方 马三进四一跳 这个棋当时呢 这个郑文彤呢 也是经过了一番这个思考 选择的这个招法 这时候挺强的 准备下一步马四进六 他有这个 描着这个马四进六的棋 但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也不是说的 绝对那么怕 因为你不能马四进五 当我住兵嘛 作为黑方来讲 应该先十六进五 先不是 对 先补一手 那红方 现在 你马四进六的话 我可以 聚三平四 捉你 然后他再跳 跳我可以再聚九平七嘛 那也关于不大 嗯 或者黑方呢 就直接聚九平七 也行 这也是一个 先守住这个点吧 对 这也是一个策略 这两招呢 都比他实战的走法了 要好了很多 这个孙永征呢 在这个 压马 就平均压马以后 这个惯性思维的 他去的这个棋子 他有炮内三这个先手 结果这一招棋就走坏了 这个前局啊 就接近崩溃 所以说这个快骑的 这个难度也正在于此 你像这孙永征也是 咱们国内决定 绝对的这个顶尖的高手之一 但是呢 这个也是由于快骑 这个时间催人 他走了一个炮三进三 这一招棋呢 就把自己啊 推向深渊了 然后红方这个棋就简单了 现在马四进六 马四进六 一跳 那黑方只能聚在明四啊 其他的其他也不好走啊 你也不能炮他明四 炮他明四 他有这个灯像 金炮打 这其实黑方受不了 对 这个简单一灯像 就把你这个阵型就破坏了 击碎了 对吧 缺相怕炮 这个灯像太厉害了 那黑方 没有办法只能聚在明四 关键是下一步棋 那他顺势一跳 这个卧槽马 卧槽马要抽居 你只能去防御 对他所谓的举举平 红方炮了近五 再把这个炮对了 对 那黑方只能吃回 这个都是没得选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棋盘上的这个发展 双方子力是 现在可以说基本上一样 这个兵足呢 红方随时可以吃回来 但是呢 你这个阵型协调性呢 远远 黑方就不如 红方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是你这个两个马 太呆板了 不仅是呆 而且受到直接攻击 红方呢 你看这个马 已经扑到前沿阵地了 而且他后防也很安全 对 没有什么毛病 对 黑方这个炮啊 换了以后 整个这个阵型呢 就不协调了 炮本来是掩护马的 一个很好的这个子力 一个强子 那郑维彤呢 还走得比较稳健 本来是G2平3也是可以 他呢 郑维彤的特点呢 也是攻当中呢 他不忘防守 非常老练 他这个节奏 掌握的还是不错的 他先补试 然后他看一下 黑方怎么守 因为你现在补完试呢 也好在哪呢 黑方这个七星 由于阵型破损 让他自己走两步棋 他也不知道怎么守了 没准还制造一出毛病出来 就说作为黑方来讲呢 他现在不是先后守的问题 他是这个阵型啊 已经无可避免的 就是糟糕了 很难调整 就这样 也没什么用 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去了 那就热人宰割吧 这个期 我放G2平3 把这兵去掉 去掉以后呢 就是盯着这个过三兵啊 炮五平三啊 黑方赶快炮灯平六 他这个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炮五平三的时候 黑方有个炮六记忆 那好 各位企友 我们呢 稍事休息 稍后呢 再跟大家呢 一起分享这个精彩的对局 好 各位企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欣赏 孙永峥呢 直后手 迎战郑维同的这般精彩的对局 走到这儿呢 红方其实有一些手段 也可以呢 让黑方呢 也很痛苦 就是比如说 G8进8 之后炮五平三 这个也有这些手段 那红方呢 走平三级呢 他也很实惠 让黑方呢 也是局面呢 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黑方走炮六记忆三 炮六记忆三 他这个进炮呢 实际就是说 当你走平炮的时候 他可以背后坠上 对 他是这么一个思路 当然红方就没有走炮 平三 他是走的 平三平二 先躲开一步 他为了将来有机会走G8 冰二级或者 加强三路线的明居 这个攻势 接下来黑方走十六记忆五 应该说现在黑方 已经非常的被动 对 因为你这个市 你也不敢乱知 你要十四记忆五的话呢 他怕他将来这个 炮五平三也很厉害 因为炮五平三 你在局队平六 他马金六 你局六记忆 他就马六记忆五 当然现在走炮五平三 也是可以 但他局队平六的时候 红方有马金六 登 还有马六记忆五 强能中兵 但郑维同呢 他通过这个仔细的这个计算呀 他决定了抢先这个动手 去攻击对方 这招机呢 他走的也是不错的 他走G8进四 准备下一步 G8平三 直接捉马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呢 他也比较难受 他也不好去进行防守 他如果走G4平六 那红方比如说 马七记忆六 马七记忆六 登了一脚 这个G呢 也比较难走 你G6记忆一 只有这么一个点 他简单就可以 马六记忆再登 他可以多兵 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 黑方来讲呢 觉得先把这个兵丢了呢 他也不怎么太肯 当然他可能顽强一点 还是应该走G4平六 这对红方呢 压力呢 还是要大一点 就是不让红方呢 迅速呢 集结成子力呢 给黑方一打击 实战当中呢 黑方走的是G4平六 适逐呢 进行对攻 这个棋呢 实际上呢 对攻速度的明显不行 因为黑方那个编码 用不上 对 那红方 走得也很果断 走这个G8平六 他七象了 来去进攻黑方 最为薄弱的左翼 那黑方也只能接受 红方就 吃 对 G3一 这里进行的交换 对 红方再吃 他把这个象 再将吃掉 落实 黑方G3退3 来抓着这个中兵 红方呢 就很老练的 退居宝 这个棋等于是 黑方的左翼啊 变成空门了 对 而且这个棋 找不到防守的办法 回不来了 如果你落实 他既有卧槽将 还要炮打中兵 打一将 打边兵也是可以 黑方这个 一个是少兵 再一个试相 将来呢 还有丢 所以说这个布局 这个很关键啊 刚才我们说了 主要是这个孙永征啊 这个 第一个准备不足 第二个战术呢 有点草率 这炮特金三 移不起把自己的 就说的 推向了这个险地 对 这盘棋呢 是第二轮 我们大家呢 是在这个 陕西 省西安市呢 进行这个比赛的 西安呢 也是一个历史平城 有很多这个 文化的这个景点 比如这个大阴塔 小阴塔啊 碧琳啊 还有 秦始皇兵马俑啊 很多著名的 这个文物单位 那么这次呢 比赛呢 是得到了这个 西安市博园 就是世界 这个园艺博览会 它有专门 这么一个公园 这个就简称 西安市博园的 独家冠名赞助的 这个我们向下的 这个首战的 这个比赛 然后这个比赛 比赛呢 应该说 好 也是得到了咱们 陕西省啊 方飞面面 朋友们的支持 和这个赞助吧 应该说 打的呢 还是比较顺利的 大家呢 这个前五轮呢 当然比赛呢 总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有的成绩好的 也有的成绩 不是很理想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 来看这个 对局的场景啊 黑方就走了 十五进六 他也想不到 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那么被红方 炮五进四 这招游棋呢 也没办法 因为黑方也不能出将 出将 红方最简单 推中马一登 下五棋 什么局五 局三平四啊 这个是可能要丢 或者说有很多种招法 都可以占优 所以他实在走的是 下五进三 下五进三呢 被红方炮五平一打 这除了炮五平以外 这招棋也是很实用 退马一登 你局我躲 我就进马再登 这就把这个市呢 带将就登掉了 这个棋 红方也简单的 可以获得胜势 就是说这个棋 红方 就是说已然有多种选择 都可以取得绝对的优势 炮五平也是一部 非常厉害的招法 炮五平以后呢 主要是要挂脚 要沉底炮 黑方就没法应了 这个棋 他只能聚三平四 虎方呢 先下了个底炮 他实战中呢 是走了支市 他先支了个市 现在下底炮可以吗 下底炮 他应该马四进二 最厉害 我这个变化呢 我还真是 当时也看了一下 回来又 就是摆着玩摆了一下 他这个不是啊 郑维彤可以看出他这个个性 就是说他宫中老是不忘手 特别老道 某种角度来讲是老道 某种角度来讲呢 也是稳健 就是红方 这个棋呢 就是什么是叫老道呢 你该补的时候 你该补的时候一定要补的时候 你补就是老链 当然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怎么下 都是绝对优势 如果先走马四进二 可能这个取胜的节奏会更快 下不下底炮就看着 对 没法去防 那他只能够上将 对 你不上将 我下底炮就绝杀了 我就拘一将 你只能再下将 我就 因为你上将不行 上将我就炮一锦 对 下不齐这个一将 这个就是倒着的列马鞠 绝杀 你出将也不行 下将我就沉底炮 黑方扫一将 我可以补一手势 这马二进三 已经是守不住了 对 因为你这个棋 你也不能知识 知识我将两军就抽狙了 你落实也不行 你炮了瓶就先炮 先炮呢 我吃了泡也没有问题 吃了泡我也应 多个字 瓶瓶 更好 又杀起了 他就瓶瓣指挪 然后红方走 尽马底线一将 这其实有一个得狙的 精彩的变化 这会红方有一个 拘三平五 直接现拘 对 这特别精妙 对 你如果知识弱势 我都马三退四 马三退四绝杀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这是双江崩 就是马又将 炮又将 两个将 你老这逃不掉 那只能够出将 出将 他也马三退四 就是得拘了 你只能再掌鞠 掌鞠 那下一招 马斯坚 我就把你鞠抽掉了 你鞠只能砍马了 所以说这个棋 就是红方可以速胜 这个杀法也非常实用 当然这个快棋当中 对于我们棋手来讲 我们也不能那么苛求 当时郑维彤还是想 不给对方炮回家 他补一招式 鞠将来也能方便去活动 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 随后黑方退了到中向 这个时候红方下底炮 他下不起准备马斯坚 黑方很无奈 他走炮 炮六平八 六平八 先把这个线收住 也是破于无奈 对 这个棋就是作为红方来讲 确实是优势是很大了 甚至就直接就是盛势了 对 就是看红方这个棋 怎么去入局了 因为黑方这个炮不平 他退局也不行 红方马斯坚 你追后边炮 他可以炮一平二 炮一平二 你捉 他在捉你炮 又把炮捉死了 所以黑方 他就是 见一招应一招 结果红方拘三平二 可以捉他 黑方就只好再逃炮 炮八平六 这个时候 我简单看了一下 就是双方的时间 当时郑维彤还剩得比较多 这个孙永彤剩得比较紧了 因为孙永彤剩得比较紧了 就是两三分钟的样子 当然这个时间也比较久了 我也记不了特别清楚了 但是总的来是 孙永彤时间比较紧 那孙永彤现在也就是见招柴烧 他就是说的 能坚持一下就坚持一下 那郑维彤这个时候 他也是自己觉得 气肯定很占忧了 在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洪方就决定直接进攻了 出手了 因为这个旗呢 黑方也没反应 落势不行 他一捉你 落势巨二平四 就把这个炮捉死了 而且那个旗也很难解救 因为这走底下一江 这一杀势 还有居四平六 一直杀势 所以他走了一个上将 对 他很无奈 他也只能上将 他只能上将 然后洪方居二平三 继续 叫杀 那他走一个将五平四 黑方一出将 然后随后洪方走 抛一推一 好 那走到这儿呢 大家已经是看到 洪方是胜据定了 洪方不仅多兵 而且这个位置超好 黑方这个老将呢 岌岌可危 那么最后几步骑呢 他是走的是退居 退居 洪方就是比较简单 居一将 再把它都去过 我们摆稍微慢一点 如果你知识 他有退居抽居 你只能上将 上将洪方呢 走居三平八 这个走的也很到位 这个呢 就是大家 这是个典型的居宝炮 杀的侧面虎 从一侧杀到 另外一侧 两侧加击 它是一个加击的这个 起组 那么这次比赛呢 大家也知道呢 就是进行了这个 比较众多的这个改革 对 其中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 由慢骑呢 变成了快骑 由以往的60加30呢 变成了 20加5 20加5 也就是说单方用时势 20分钟自由 每步骑呢 加5秒 那一盘骑的大概的用时呢 就是40分钟到50分钟 另外呢 是 以往呢 是四绝四同时上 现在呢 美方呢 有四个队员上场 是轮流上 分一二三四台号 由各个队员自己决定 谁先发 谁后发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双循环之后呢 还有一个季后赛 也是加强了这个 整体的这个观赛项 对 大家呢 也可以下载一个这个天天象棋 的APP软件呢 来进行呢 现场的 收看 因为我们每一场的比赛呢 都有这个现场的直播 另外呢 还有这个讲解员 为您这个讲解本队的 起手的一些赛况 一些综合的情况 也欢迎大家呢 届时呢 这个可以呢 关注一下这个天天象棋 另外可以 为您这个喜爱的队伍呢 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这个新的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走了一个 居四平七 红方呢 他是先打了 他先走 炮六平八 然后他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然后他居四平七 他是僵了一军 僵了一军 红方飞向 他居四平七 他有一个反抽 这个棋呢 就说红方呢 本来是胜利在望 这是没有问题 他实战当中 走居八退一 也是赢棋 就是我后来看这棋 红方走一个项目积三 也很精彩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一飞降 你敌人要吃吗 红方是连杀 对 居八退一 将一局走 将 你只能下降 我马一退在你降 你只能知识或落实 一样 然后红方有这么一个 田居的棋 非常的精妙 你只能舔 然后我走 马三退四 你是老将下不去 这是一个典型的杀法 另外呢 红方 黑方如果不吃这个项 比如说你随便走一个 我就 舔一将 你上降 我退马 我见双杀 你只能知识多识 然后我马三进 让你试动不了 有一个双杀 居八平六和居八退一 这也就决杀 这个棋呢 就说绝对是 黑方没解的走法 但是呢 实战当中呢 郑维同呢 就是从实战 便于取胜出发 他将了两军 他可能也感觉这里有棋 但是他看还是这个简单吧 他一将 然后孙永生就不下了 对 把局抽了 下一步 你只能知识 知识他马三退一 就把这个局抽掉了 所以走到这儿呢 孙永生也只好这个任父了 那这盘棋呢 这个最终的结果呢 是洪方呢 取得了这个胜利 应该说呢 这盘棋孙永生呢 主要是布局呢 准备不足 对 另外呢 这个中局呢 仓促上阵 又走得有一些急躁 应该说这个 向甲呢 随着这个进程呢 也是越来越精彩 也同时呢 感谢呢 大家呢 关注2016这个全国下代联赛 也感谢大家呢 收看今天的这个节目 那么在今后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讲解呢 精彩的这个向甲对局 好 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